老师,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演讲的题目是 居家办公风水、食物及应用班之课前介绍及研习 那今天的演讲者呢,就是我本人 谢元忠,那知情单位就是原刃时空能量科技有限公司 那在此,我们很慎重地跟各位报告 今日的议程,主题一是太极成土原理以及启示 主题二,阴阳之现代及古典 观点,主题三,风水案例讲解 主题四,就是来宾的风水答问解答 主题五,有一个电视风水节目的影片观赏 以及最后的优惠活动 好,接下来我们就很快速地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个讲言 那首先,在此啊,我们一样 我们要感谢的是,在我们整个这个大地 我们看到这个地球的一个图形 那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地球母亲 你说地球母亲她承载着万物,承载着我们每个人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感谢,感谢着我们的天地 感谢当下所有的存在 包括人、事、时、地、物 当然包括所有的这些,我们周遭的这些环境 好,以及这些所谓的人对我们有恩的 甚至有对来成就我们的 让我们能够今天每个人聚在这里 一起来创造生命起起享受学习的人生 好,那我们说天地带运转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太极乘土原理 我们说太极生两仪,天地有阴阳,物行成万物 各位看到,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图的中间 这个黑色部分,就是我们说所谓的黑与为阴 它代表的是一个母性的一个力量 也代表一个比较柔软的,祥和的力量 那我们的左下方这边有一个 这个就是太阳白色的为阳 所以它比较阳刚,它代表一个什么 勇敢,一个向外的,一个承担的力量 好,那我们说太极乘土原理呢 我们可以借由它现这个五行 来分成有现代的观点 那借由这个现代的观点呢 我们知道说,其实太极乘土原理 它有一个大原理跟意义在那边 刚刚看那个图,我们来解说 我们说福西根据太阳升降 及阳光强弱等变化过程 发明的太极图 描述了太阳运转轨道的所有讯息 它象征着图形文字 以及图形哲学 图形自然科学的诞生 也是世界上第一套文字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骄傲 那第一部记载了太空 以及描述自然的一个经典 好,所以说风水学 它就是一个应用科学 那我们继续来看 太极乘土原理呢 它给我们的启示跟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说,其实太极原理 成土它在告诉我们 其实第一个启示 就是在教我们人世间 当人在最辉煌的时候 你财大气出 你如果不收敛的话 就要出事 因为物极必反 启示了,成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再来,成功也是诸多失败所堆积而成的 接下来,它给我们的启示有第三个 要降低欲望 你就充实 摆脱虚荣 你就珍视 所以说,放下了包袱,你就会轻松 取长补短,你就会优秀 因此呢,我们把目标要设在实际能力的范围内 那我们就会更容易接近成功 甚至趋均已成功 进而卓越 好,那我们说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些太极能量 它可以用现代 还有古典的方式来解释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很多来宾都提到 说我们的一个男性的能量 跟女性能量 它是比较这样 一个新观念 那我们说今天的新观念 就是要来告诉我们 其实太极生粮与这个阴阳 它其实有分为 男性的能量 就像瓶子的 装水的瓶子 那女性的能量 就像瓶子里的水 它比较阴柔 比较有这种 所谓的慈悲 一种爱大爱的精神 那我们说 先来看男性能量 它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男性能量 它这边有个特质 它告诉我们 它头脑是 趋向于头脑的逻辑 专注力 执行力 追求外在成就 透过行动表现 喜欢保持忙碌 沟通方式比较直接 而且就是比较直率 所以比较阳刚 那我们接下来看 女性能量呢 它有什么特质 它是属于流动性的 没有特地形式 富有弹性 有创作灵感 易适应环境的改变 可以极度沉浸的存在 所以它是向内观察的状态 具有同心天真爱玩 在享受生活中 可以带来灵感的 这种特性 它有富有慈悲 同理心 以及第六感 好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说 有这种的 分析这个方式呢 在我们看说 那在场歌 我要请教各位来宾 你身上的男性能量多呢 还是女性的能量多 好 我们就是很直率的 就是很直觉 当然呢 现在接下来 以男士在场的来宾 男生来说呢 当然他会回答说 像杨先生 就是杨坡洞先生 他就说 我身上的男性能量 当然会比较多 但是呢 每个人怎样 身上都会有男性能量 也有女性能量 一个中和体 所以说女性能量 大概占百分之三十 好 接下来 我们请到 这个英利子小姐 她回答说 那我的身上 女性能量 当然比较多啦 但是也有怎样 百分之四十的男性能量 好 在此跟各位来分享 这时候 我们说当一个人的 男性能量多的时候呢 他超过百分之六十七十 就代表他讲 他比较阳刚 比较动到脑筋 逻辑思考 甚至比较有压力 这时候他的颈部 肩膀的能量 就会卡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由我们刚刚 很多朋友 探讨了这个 所谓的肩颈部的 这个什么运动 还是说这个柔软操 甚至我们说 这个手印 你去把它这样子 把它去做调理 这时候呢 无形当中 身心里的放松 你就可以这样 去平衡你的内心的 身心 男性女性能量的协和 所以说 这个这里 再跟我们的风水学 是一样的 我们的羊仔 我们的住家的大门 跟他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什么 花园 他就代表我们的头 跟我们的肩颈 所以这个地方 也要有比较柔的 也叫水池 还是有些树木 来做一个调和 让他能够 男女 这个能量平衡 甚至阴阳协调 所以这是我们 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 风水的一个科学概念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太极图 它也有传统人 古典的观点 就是所谓 这个乾坤四象八卦 那我们很快的 就由 一有太极 四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所以说 你看各位 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八卦 由来图里面 这边你看 各位来看看 我们这个游标 太极它会生两仪 就是生成一个男的 有没有 仰仪就是男 阴仪就是女的 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阴里面 是不是还有个少阳 还有个太阴 有没有 所以你看 女性里面 它也有所谓的 男性的能量 也有太阴的能量 当然 女性能量 它要占比较多 所以它会比较协和 一般是大概是 六十个 女性能量 然后有四十个 男性能量 这样是比较平衡的 那你看 阳的这边 它也有所谓的 少阴 所以它也有女性能量 那也有太阳 所以说 一样 它是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所以说 这样衍生出所谓的四项 然后再成为八卦 那八卦里面 它有分金木水活土 好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由下面这个图来细说 各位刚才能看到 这个细叫做阳 这叫阴 那我们的人体金字塔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有提到 我们的头部 跟我们的颈部 跟肩颈这个地方 就代表我们的这样 我们的名堂 所以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你看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人体金字塔 你当你的头顶 跟你在静坐的时候 你的手 跟你的膝盖 这个三个点 它就是一个金字塔 那当我们双手合十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 我们双手合十 礼拜的时候 一样 你的这个双手 手肘 它其实就是一个双金字塔 配合你的什么 头部 头顶 你的这个顶轮 还有你的眉心轮 还有你的头轮 包括我们的心轮 所以你看 大自然的 非常奥秘 大地母亲 你看 冲造我们这个人体 就是要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跟大自然是合一的 随时都是合一的 共振的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我们说 有了古典之后 要怎么去应用它 当然要投过老主线的智慧了 那就是裸盘 好 各位现在看到的 这个裸盘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刚刚不是有提到吗 阴阳 它本身 有没有 这边是东边 这边是西边 这边是南边 南边代表火 北边 这边是水 那很重要的 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说 阳 楼盘里面把这个阴阳 有没有 各位看到正上方这个地方 有没有 南生 中南 这边有 中女 有没有 有阴 然后这个黑色就代表是什么 阴的 红色代表阳的 所以你看 连裸盘里面就把这个阴阳 都应用在里面 所以可以去观察 量测 幻世万路 包括我们的阳展 我们的居家 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的工厂 这是我们先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罗版的运用 那我们说 风水能量提升 很重要 所以说接下来 我们就要怎样 摆用现实的个案 包括我们自然 五大基本元素 第一 阳光 空气 水 声音跟植物 这五大过面 来跟各位分享说 如果很快速的 让自己的风水能量 可以提升 也就是说 要去好的 然后保留好的 然后把不好的去除掉 甚至把比较弱的 把它提升上来 你就可以马上 有地干见影指向 那我们接下来 就马上来看看 第一个 阳光的重点 阳光必须能照灵 助导 光线重组 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就讲到阳台 阳台要不要光线 要 所以你阳光要 不能缺乏 所以这样名利 才会怎样 双收 所以这是住家重要的 再来室内 长期黑暗 容易导致 人际关系 冷淡 这个一样也就是拜以保 它的能量 会影响到我们健康 我们的事业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客厅一定要光亮 白天的时候 窗帘记得一定要打开 这很重要的 当然有一些隐私权 隐私权 你可以用一点薄纱 把它遮住 但是阳光一定要进来 这是基本的要求 接下来 明天暗访 这个也是重大重点 马上可以提升你的能量之长的 也就是客厅 各位能看到右边要采光明亮 如果说没有的话 在大楼下怎么来应对呢 马上提升 那就是要用太阳灯光 太阳的灯管 就是比较仿照 那个太阳的光线的灯管 尽量不要用那个黄色灯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大厅 客厅 那我们说睡 睡房 就是卧室 要这样 要柔和 那柔和 但是也不能太暗 太暗的话就会多病 不力呼吸 太强则干活 所以这边要讲 要取中和之道 因此我们说 采光要中庸之道 好 这边重点我们就要提到 采光就是必须要多 要光 但是不可以过度 窗子也不可以太多 好 我们说现在房 大楼呢 它的这样 这个 大楼的 那个会有反光 所以说这样 会有所谓的光纱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住宅呢 你要怎样 你要有窗帘 刚刚提到 还有百叶窗的这个什么 遮光设备 予以化解 这个很重要 马上做 马上就会见效 另外一个窗币也不能太多 代表被泄漏 就是钉踩两半 这要贵不及都不好 好 接下来 我们说空气 空气很重要 空气跟风 空气里面有尘埋 要把它 要把它这样 要去除 所以要怎样 保持空气品质提升 那还有一个 即使空气太差 你有再好的格局规划 都一样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说风水 风水就是要这样 要流通的空气 然后好的磁场 然后好的规划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水 水站稳整体的百分之九七十 所以说山管钉 水管柴 这个水一定要怎样 要干净 那水的干净 我们一般在家里面 或公司都会排所谓的什么 鱼缸 那这边很简短 跟各位讲 宅人的水气跟风水鱼缸 就是我们的对峙方式 包括右下角 各位有没有看到 可以用像这个方式 然后记得 我们的鱼缸 尽可能不要放在地上 要有一个平台 或是一个小茶几 把它垫了高 代表这样 步步高升 这很重要 第二个 要垫起换水 鱼饵才会健康活泼 这个很重要 所以就要讲 也要风生水起才晕到 再来接下来 我们讲声音 噪音 它不仅扰年 而且会讲 让我们的睡眠不好 所以说噪音 也要讲去控制 所以有噪音煞 是一个无形煞之一 这点很重要 所以要尽可能 这个气密窗 或是一些噪音的效果 你要做得好 这样才能够相得益彰 提升风水能量 好 接下来 最后一个 植物 我们说都市里 废气多 所以要怎样 要多接近大自然 然后有分多菌 然后负离子 这样跟阴离子 然后去提升自己的一个 我们刚刚提到 身体里面 你有所谓的阴阳 阴的能量跟阳的能量 就是男性的能量 跟女性的能量 你要让它平衡 透过做健身操 做个冥想 透过在森林浴 这些都是可以提升我们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 没有到外面去 那这里 我们的腹内怎么办 那就要多种一些 所谓的吉祥植物 来进化空气 好 那我们说 进化空气 这边很快的提供给各位 像竹子 桂花 牡丹 莲花 兰花 以及桃花 这些都还有 但是这边有 各位我们知道 红色这一块 你要是桃花的话就不能乱用了 尤其来各位记住 拿起币 记起来 桃花千万不要放在南方 南方代表舞嘛 南方代表火 你桃花要是那边太旺的话 各位知道会怎么样吗 就变成烂桃 甚至有桃花节 好 这个很重要 但是大公司 大营业场所没关系 代表怎样 我们的外缘 就是我们的生育 有桃的大颗会进来 所以要记得要用对地方 用对不同的时间 好 OK 接下来植物还有一样 要介绍各位的就是 不开花的植物 如果放在室内 一定要吸上红丝袋 好 不开花的植物有哪些 来赶快看右边 有没有 葫芦柱啊 有没有 这些有没有 如果说不开花 你就把它吸 在那个盆子那边 把它那个 筋布那边 用一个那个红丝袋 然后要怎样 提升它的正面的能量 这个跟各位分享 那叶子尽量要原大 肥厚的 这样最理想 好 还有很重要的 很多朋友 他很喜欢绿化 所以房间 房间记得 房间记得不能放 那个植物 尽量不要植物 有的话 马上拿出去 马上立竿见效 就会改善你的磁场 好 接下来 我们说Q&A的第三个 我们要回答我们的这个 来宾的问题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王导 好的提问 他说 公司选址的地点跟方位 那他的问题是怎样 他说 一定要住坐北潮乃的房子吗 那我们说 风水要素第七个 很重要的 坐北潮乃是一个原则而已 但是我们说 我们中国内地 处于地球北半球 欧亚大陆的区块里面 所以说大部分的位于 北回归西尼北 那这样子一年世纪怎样 它的阳光都是从哪边照射过来的 从南方 所以我们要讲 坐北潮乃 这是对的 所以潮乃的房子怎样 便于采取光线 所以坐南朝北 不仅为了要采光 而且要避风 因为北风来 像我们在河南也好 在我们在山东 你看北风 萧萧而来 所以我们要讲 背对着他 所以房子也是一样 要背 背对着他 所以就是坐北 然后朝南 好 所以这很重要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这个王总来讲 是不是还要折几日 要才能够纳斧招产 没有错 要因地制宜 才能够屈屈并修 要顺应天道 好 我们持续人关系 我很快的 接下来我要让各位来看一段 大概用两分钟的时间看一段 这个是本身我们节目的带子 声音有点小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 好 这边里面我大概提一下 他就是说要提到 我们的羊仔 他本身怎样 要有所谓的一些什么磁场 那他的东西怎样 我们说 他有很多的 是一些画杀的东西 但是怎样 要经过 刚刚讲的罗盘的梁侧 左邻右侧 大楼 他这边提到 各位可以先前看 好 我们刚刚提到 这边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 这个桃花其实在我们的专业老师 不管在企业界去帮人家看风水规划 这个区块是最大的一个功夫 也是最专业的部分 所以说包括也跟各位报告 桃花它还牵涉到所谓的不应征的问题 所以这后面我们在课程里面会跟大家报告 但是桃花我刚才提到 你的桃花树那个花 不要放在南方就是最重要的住家 好先这边的 那接下来我赶快再把下面的议题来跟各位讲 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说我们一个食物班 好我接下来我们说这么多的 刚刚都提到的都是一个重点 但是呢我们要再继续的学习 那我们说这个食物班 我来介绍一下 它本身有哪些负能 好他刚才的课程介绍 我们总共有八周 那我们是踩Zoom的线上课程 那每周是90分钟 会有电子打跟回发 所以说在场的这么忙的老板朋友们 如果说你本身有报名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会有回放 甚至我们还会所谓的有线下 还有这个私讯的回答 那我们说50分钟先讲课 后面的40分钟 就是专门再来解答 所以这也是所有的学员最喜欢 还有来宾最喜欢的 因为你来上原中老师的课程 其实就是把原中请到你的家 请到你的公司 去当你的风水顾问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有特价 好有特价 好当然还有负能 就是说目前我们特价就是讲 呃 现场报名的 我们本来八千块 所以现在目前就只要五千六 那在场有参加这个 所谓的20分钟的演讲的来宾呢 我们都一律半价有打 当然还有我们的洋载规划 一样我们的特价 还有企业的规划 一样都是八万八特价 所以说在这边跟各位讲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负能 就是代表怎样 来上原中老师的课 其实他本身还有什么负能 就是讲可以有推广课程的收入 百分之三十 推广刊与收入 百分之三十 以及推广全期升级百分之三十 以及要是有一年一年的学费的话 可以变成就是把我们的一年的 免费的这个线上风水顾问 好 以上呢 我报到这边 那接下来 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 我这边有所谓的QR Code 那可以给大家来看看 我们目前进一步的 还有哪些课程呢 可以跟各位来分享 好 我的报告到这边 那接下来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再来做 进一步的那个分享 跟来那个收取资料 好 以上报告完毕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我终于看 你把那个退退退退退 好 终于 终于听到那个原中老师刚过 刚过了哈 刚过分享 好 我把他 好 我进步了 来 如果是说我已经把原中老师的PPT放在我们七十二月那个PPT 我退出了哈 如果大家对原中老师的这个课程感兴趣的 大家可以去可以到原中老师那边因为他已经开课 未来原中老师的这个风水这个板块也可以嵌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面 然后也会返回给大家这一块 所以大家来打开我们的视频 打开我们的视频 我们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刚才 刚才原中老师在演讲他的第二个项目 他还是在他第一个项目下面再细分一个小项目的那个步骤当中 诶 我 你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感受 有什么样的疑问 有什么样的想要跟大家去分享 或者是跟原中老师去那个 那更多的细节上面问题 可以去 可以去跟原中老师去做这一方面的跟踪 在这里我要感谢原中老师 我们从线上走到线下 他在台湾和台北的